酸梅鸭这样做真的很好吃 大家好,我是芳芳,今天做的酸梅鸭 首先把这个鸭清洗干净 鸭清洗干净后放一些红烧酱油 没有红烧酱油的,可以放一些老抽,上一下色 把它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 塞切些料头,姜切片 小洋葱对半切开 还有一些这个香葱头 锅烧油后放一些油 油油后鸭皮朝下,把鸭皮放进去煎一下 鸭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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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子 煎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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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起锅 放涂 油热后放一个料头尝香 煎頭炒之後,把鴨子放進去 也要放一瓶啤酒 三勺生抽 兩勺蒜莓醬 放兩塊老冰糖 八角香葉芹皮 也要放兩碗水 大火燒開後,中小火煮三十分鐘 煮了三十分鐘,打開蓋子 把鴨子翻過來 把這個鴨子抬高一點 也要把這個底墊在下面 免得粘鍋 乾上蓋子再煮十五分鐘 可以了,打開蓋子 再把這個鴨子翻過來 把這個雞收乾一點 這就可以了,關火把鴨子藏出來 夾到這些配料 散一下把這些汁澆到這個鴨子上面 鴨子晾了後把它扛好 把鍋裡的六汁燒熱後淋在上面 把這個鴨子翻過來 把這個鴨子變成這樣 把這個鴨子炒出來 酸梅鴨這樣做真的很好吃 好可惜 把這個鴨子放在上面 我們會有很多的鴨子 把這個鴨子放在上面 我們會放在上面 但是我們會放在上面 我們會放在上面 然後呢 我們會放在上面